各位同學大家好 老師又回來了 我們今天要開始第15課 第15課我們要把 剩下的有關器官跟組織的字首跟字根結束掉 終於要結束了 不過呢 我們先來看第14課的最後一個部分 我們上次學會了什麼 回去有複習嗎 如果沒有複習要記得複習 那跟著第15課會有第14課的測驗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上次在第14課的最後一個部分大家學會了什麼 我們學會了跟眼淚相關的 這個專業字首有 Dacryo D-A-C-R-Y-O 還有 Lacrymo L-A-C-R-I-M-O 還記得哭嗎 那個Crying是口語化的說法 如果要說的很專業就說 Lacremation I'm the cremation I have the cremation 我在留言裡 Medulla 水 跟水相關的專業字首 一個 Medulla M-E-D-U-L-L-O 脂肪 Fat 跟脂肪相關的專業字首 是 Adipo A-D-I-P-O Lipo L-I-P-O Pi-O Pi-O Pi-M-E-L-O Pi-M-E-L-O S-T-E-R-O S-T-E-A-R-O 還有 S-T-E-A-T-O S-T-E-A-T-O 總共6個 專業字首 跟肉 相關的專業字首 是 Creato C-R-E-A-T-O 還有Sarco S-A-R-C-O 接著我們就要來看第15課的第1個部分 第15課總共有兩個部分 這兩個部分結束掉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進到第16課 只介紹一些常用的字首跟字根 第一個我們看Ligamum Ligamum是什麼呢 Ligamum是韌帶 韌帶呢 就是像連接骨頭跟骨頭之間的 結地組織呢 就叫做韌帶 表示韌帶的專業字首呢 只有一個 就是Desmo D-E-S-M-O 我們來看一下舉的例子 我們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是Desmodynia Desmo是韌帶 D-Y-N-I-A是什麼呢 是痛 所以呢 Desmodynia就是韌帶痛 如果呢運動的時候 受傷 去扭到韌帶的話呢 就會 就會有Desmodynia 那這邊是膝蓋 你可以看到呢膝蓋 的骨頭之間也有非常多的韌帶 因為呢 膝蓋負責 非常多的動作 所以有好多好多的韌帶 接著呢 下一個例子是Desmocyte 我想呢 到這麼多課的同學呢 看到CYTE 應該就知道是細胞 那Desmodynia 我們說是韌帶 那韌帶細胞是什麼呢 Desmocyte 事實上就是 Fibroblast 我們在前面 曾經講過 就是呢 通常我們比較常看到 稱呼為Fibroblast 不過它也可以稱呼為 Desmocyte 所以呢 像這個 這個老鼠的 NIH373 這個老鼠的 胚胎的 Fibroblast 就也是一種Desmocyte 這個是 Desmocyte 下面呢 我們來看跟肌肉有關的 這個專業字首 是 Musculomusculo 還有myomyo 那我們來看呢 舉的例子 第一個 Musculomusculocutaneous Muscular 我們知道 Muscular是肌肉 對不對 Cutaneous是什麼呢 Cutaneous呢 是皮膚 For 所以Masculocutaneous就是跟皮肤以及肌肉有关的 或者是由皮肤跟肌肉一起组成的 或者是供应给肌肉跟皮肤的 都可以说是Masculocutaneous 下面我们看myo myo 我们举的例子是myoatrophy myo是肌肉 像这边这个应该是手的肌肉 这个肌肉 然后atrophy是什么 atrophy是萎缩 所以myoatrophy我想不需要老师解释 这个很简单就是肌肉萎缩的意思 什么时候肌肉会萎缩呢 比方说如果你一直没有用 它就会萎缩 一直没有用有很多状况 有可能是身体不好一直躺在床上没有动 这个时候就会产生myoatrophy 或者是像骨折的以后 那个地方骨折的地方用石膏包起来 一包一两个月 那个地方的肌肉都没有用 等到这个石膏拆下来的时候 然后呢就会发现说 那个跟另外一边 像比方说如果右手断了包起来 然后呢几个月都没有用 等到拆下来以后呢就会发现 哇我的左右手怎么不一样出 那是因为呢 那个断的那一手呢都没有在用 所以就产生myoatrophy 那这个myoatrophy也可以写作呢 myatrophy就是这个O去掉 myatrophy myatrophy也可以这么写的 我们回忆一下 跟肌肉muscle相关的专业治手 有musculomusculo 还有myomyo 下面我们看跟软骨相关的专业治手 这是软骨的切片的染色 粉红色的看起来还挺好看的 然后我们来看呢 软骨cartilage cartilage的专业治手 只有一个chondro chondro 我们举两个例子 让同学熟悉一下这个字 chondrogenesis genesis 同学应该很熟的 genesis是什么 产生chondrogenesis 就是软骨的产生 软骨的形成 叫做chondrogenesis 另外呢chondrocyte 这个应该不用老师讲了吧 软骨细胞 像这个图片里面这个呢 就是一个软骨细胞 然后呢用这个钙离子来染色 那染完色以后呢 就是油染上去的都是黑黑的 下面呢我们看我们看了什么 我们看了软骨 我们看了肌肉 我们看了韧带 接下来我们要看肌腱 肌腱肌 肌腱肌 肌腱肌呢总共有四个专业治手 肌腱肌腱肌 Achov 四个都可以代表肌腱 那么这个图里面秀的呢 这一块白色的这一块呢 这个就是所谓的阿基里斯腱 我们会在这个补充的教材里面带着大家看一下阿基里斯健 为什么他叫做阿基里斯健 说不定有同学已经知道了 不过我们现在先来看举例 第一个Tendo我们举的是Tendalysis Tendalysis是什么呢 Tendalysis是动手术把这个基建从附着的位置分离的手术 叫做Tendalysis Tendinal我们举的例子是Tendinal suture Tendinal suture是什么呢 就是把基建缝合 就是断了的基建把它缝合起来 叫做Tendinal suture 下面我们看Teno我们举的例子是Tendalysis grasp and release 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现象就是呢 因为手指我们手指头的手指的基建跟骨头的连结以及相连接的肌肉造成什么呢 同学可以试试看 当你把手腕抬起来的时候就会像这张图里面一样 你把手腕往上抬的时候呢 手指头会不由自主的弯曲 这个时候如果你要刻意的把手指头张开的话你要去用力 但是如果你手指都不要用力的时候 你手腕往上抬的时候 手指头是弯曲的 然后呢当你的手腕放松的时候 手指头呢也就跟着张开 那这个现象呢称为所谓的Tendalysis grasp and release 好玩吧 回去试试看 或者是呢一面听的时候就可以一面试 Tendalysis grasp and release 往上的时候是Tendalysis grasp 往下的时候就是release 最后呢Tendalysis grasp and release 最后呢Tendalysis grasp and release Tendalysis grasp and release 我们举个例子是Tendalysis grasp and release 那大家应该都知道L-O-G-Y是study 然后前面这个字首是Cendon 所以Study of Cendon是什么基建学 所有有关基建的学问叫做Tendalysis grasp and release 基建学 我们复习一下跟Cendon 就是基建有关的专业字首 Pendo Tend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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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Penanto Tendonto 这四个都可以代表基建 最后我们看Telvis Telvis是什么骨盆 就是骨盆 那骨盆呢它的X光射影看起来像这样 那底下这是骨盆的骨头 那代表骨盆的这个专业字首呢只有一个 Pelv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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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举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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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lv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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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my 同学我们之前曾经接触过类似的字首 所以看到Tomy应该会想到是某种切除的手术 切除或切开 那事实上Pelvio Tomy是持骨联合切开术 持骨联合在哪里呢 在这个区域 那持骨联合切开术 Pelvio Tomy是在什么时候要做呢 是在难产的时候 就是说当这个妈妈的骨盆实在太小 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让小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呢 就会把这个地方这个第五 这个黑黑这个地方叫做持骨联合 这边的软骨 这个黑黑的就是他的软骨 把这个软骨切开 然后呢这样子才有办法这个把小孩拉出来 那当然现在不知道还会不会做 这个就不知道 因为其实可以剖腹 所以不太清楚 那这个呢 Pelvio 那他有那个 那个什么 也可以呢 叫做 Synthesatomy Synthesatomy 就是呢 持骨联合切开术 因为这边呢 也叫做 Pubic Synthesis 所以呢 把它切开呢 也可以叫做 Synthesatomy 那就是 这个Pelviatomy Pelvio 的这个字首 我们举的例子 这个地方 持骨联合 那我们第15课的第一个部分呢 到这边讲完了 我们最后呢还是要复习一下 润带 Ligament 的专业字首 有 Desmo Desmo 然后 Muscle 的专业字首 有两个 就是 Muscular Musculo 还有 Mio Mio Cartilage 软骨 的专业字首 一个 Cond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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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腱 Pendant 是肌腱 肌腱 的专业字首 是 Pendo T-E-N-D-O Pendino T-E-N-D-I-N-O Pendino 还有 Tenanto T-E-N-O N-T-O 最后 Telvis 的专业字首 是 T-E-L-V-I-O Pelvio 第15课的第一个部分 到这边结束 回去要记得复习哦 我们下次呢 回来要把第15课 剩下的部分呢 上完 然后我们就要正式 跟 器官还有组织说拜拜咯 现在老师要先跟大家说 拜拜